好就在国际间也在大幅报道这一次的水灾的同时 在政府这边呢 却之前一直传出是拒绝外国的援助 而前一天马总统才郑重成经过强调绝无此事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事隔一天马上被踢爆了 外交部在11号的时候 曾经以公文通令各外馆婉拒各国的援助 有明显说谎的疑虑 而现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不止总统府自己都感到很错愕 立委更是痛批 或许是要让总统府和马家也都淹水了 政府才会知道痛 绝对没有拒绝 绝对没有拒绝 我们欢迎各国给我们援助 前一天马总统才公开说 没有拒绝外国的援助 没想到外交部被踢爆 早在11号就已经发出电报 通令外馆对于所有的援助要予以挽谢 这个事情有人要负责 一定要有人负责 总统说他不排除国际援助 那为什么外交部发这样一个公文 给外管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赶快查明白 这个希望说外交部这边要有人负责 这跟总统说的都不一样 到底是总统状况外 还是外交部说谎 外国要援助 竟然去白目拒绝 拒绝之后还说谎 还说谎 还圆谎 现在被人家揭发出来以后 还互相推卸责任不承认 怪不得人家说 这个政府不是罗斯松 这根本已经没有罗斯了 这样的国家领导人真的是该死 真的是已经到了 可恶到了一个 不只是总统府应该淹水 是他家自己应该淹水 的一个程度 近来连总统府也被蒙在鼓里 行政单位的指挥系统完全失灵 刘奎对于这个重大疏失相当震怒 还扬言要彻查到底 中天新闻李红杰 华安晴台北报道